成年监护制度可以维护有心智功能相关障碍者的权益。 成年监护分为监护宣告与辅助宣告。 监护宣告帮助没有判断与意思表示能力的人。 辅助宣告帮助判断与意思表示较低的人。 监护宣告共有三大职务范围。 辅助宣告则是预防受辅助人财产被侵害。 都任何决定前都要尊重受监护或辅助人的意愿。 以上广告由卫福部社家署提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